这人现在的专场就是收听国外广播 现在许多位聆听 这个电台的台声 是100年前无限电话名者 马可尼先生的祖国 意大利广播电台的台声 那这个台声是意大利国宝的老名声 本人先介绍我姓李层南 那么退休至铁路局台北总局 那么台北总局 目前是高雄市藏心中心的长城大使 也是负责在台北我们国家的广播电台 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世界网页的编写 现在我首先 建国百年的贺词 建国百年精彩延远民主圣地顺志摇天 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快乐神仙 长青不老心火相传 互助互相祝福 广节善缘 我用台语念念 建国百年 政策人员民主圣地顺志摇天 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快乐神仙 大家要知道 这个广播电台 无线电广播电台是一百多年前马可宁先生所发明的 演变至今 从收音机电视 还有这个网路到现在 那么这一种收听国外广播的一个兴趣 在全世界是人家都称作 这个嗜好之王 Hoppy of King 那么以上一个月 BBC所公布的这个调查资料 显示全球收听BBC英语广播的 听众有1300万人 所以这个兴趣是很适合我们长辈们随时随地 那么利用不限空间 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国外接触 那么个人已经收听有50年的历史 那么也曾经得过各国广播电台的奖状 奖品最大的就是2001年 那么参加德国之声 这个赫林卡的设计比赛 那么全球有选10名 远东地区就是台湾个人 获得一部的数位的那个短波收音机 那么其他呢 这个零零种种的很多 那么收听这个短波电台呢 除了这个天文地理 人文还有这个外语 那么都可获得很好的那个成长 现在我刚才从那个意大利 开始 那么现在我回归最后再回归到意大利的皇国中 国中之国等的天主教王国 范迪刚广播电台的台生 谢谢